航母作为如今的海上袜主,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海军发展的目标,而中国也正在崛起,不仅既身十大航母国家,还独立研发并制造了首艘国产航母002号,如今已完成了第三次海事,中国即将迎来双航母时代,然中国的双航母时代才刚来临,就一则好消息传来,003号航母开舰了。 对于003号航母的建造工作,之前早已在网上曝光了003号航母在江南造船厂的三大分段,显然已经投入建造工作中了,而这次不同的是,官方消息最为可靠,在11月25日,新华社官方中,首次透露了新型航母也已经在船台上游戏建造,而这艘先行航母,就是我们的003号。 据悉,003号将是一艘排水量,达8万吨的航母,载舵位上有所提升,另外将不同于前两艘华越式斜角甲板,003号航母将首次采用直通式甲板,并会采用弹射型的舰载机器飞方式。 但是否会采用电子弹射,我们目前还尚未可知,咱就在003号航母开舰这个消息引发热议的时候,美国也传来一则消息。 据美媒11月27日报道,近日,美国国会在一次汇报会议中,提提了起海军第12艘核航母的建造工作,表示已经完工一半以上,预计会在2019年下水,并于2024年交付给美国海军。 而这第12艘航母,就是美国海军福特集合航母的2号舰肯尼迪号,要知道,美国海军现已有11艘航母,10艘尼米斯集合航母,一艘福特集合航母的1号舰福特号,而这艘在舰的福特集2号舰肯尼迪号,将是美国海军装备的第12艘航母。 据悉,福特集合航母的满载排水量,达11.2万多,航速大于30节,并采用核动力,且电磁弹射也将运用到干机航母上,可搭载75架舰载机。 平心而论,美国这款福特集航母,是目前航母领域的领先者,但由于技术复杂,研发成本高的问题,干机航母的建造工程有点坎坷,事业在不断努力中,将成为美国海军的新主力。 由此可见,中国在航母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,但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,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双航母,甚至三航母的国家。 但同时,与第一的美国也有些差距,但有差距才有动力,才有进步,希望祖国的航母事业,能发展得更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